原标题,马杜罗视察军队演练,做好准备。 文官查词王李东遥,委内瑞拉证据上周陷入动荡,为总统马杜罗,正在受到反对派人和外国势力的挑战。 西方国家发出最后通牒,要求委内瑞拉八日内举行新审职。 在这个当口,马杜罗前往军队视察,观摩时代演习,以此向外界展示为军事力量,以及军队的忠诚。 在此之际,自立总统光伊多,临续向军欧汉化寻求支持,26日还发生委驻美国大使官武官叛逃事件,该武官与鼓动军方支持光伊多,推翻马杜罗政府。 却不做叛徒,永远终于1月27日,在国防部长帕德里诺·Vladenipadreno的陪同下,马杜罗视察了伟东北部帕拉麦凯堡的一处军营。 在这里,马杜罗观看了一场展示俄军式装备的实弹炮机演劣。 据路透视报道,马杜罗表示,这次演练就是向世界表明,他拥有军方支持,国内武装部队随时准备保卫国家。 图自马杜罗推特图,自马杜罗推特马杜罗,当天再次谴责自任临时总统,并获美国支持的违反对派领袖、国民班会及议会,以备架空。 主席瓜伊多,称瓜伊多正在参与一场由特朗普身边应派政策顾问发动的政变,这些人包括美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等人。 图自马杜罗推特,没有人会尊重弱者、诺夫以及叛徒。 马杜罗向士兵喊话说,在这个世界上,受尊重的只有勇气、胆、量与实力。 委内瑞拉想要和平为了保证和平,我们必须做好准备。 图自马杜罗推特,你们会是政变策划者吗? 马杜罗当天面对数十名身着制服的士兵大声问道, 委内瑞拉许多国家电视台提供的画面显示,士兵们端着枪,用坚决的语气回答道,不。 马杜罗接着说,绝不做叛徒,永远忠诚。 马杜罗当天再次强调,2月10日至15日,军邦计划举行更大规模的演习,这将是委内瑞拉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演习。 此次军演计划最早于25日宣布,马杜罗当时说,军演期间,军队将击退魔力入侵者, 我们的军队将国家无信可击,结议拥有最高专业水平,完全有能力对抗任何探委内瑞拉国土的入侵者,我们必须时刻准备保卫国家。 图自马杜罗推测马杜罗,此次选择帕拉麦凯堡军艺视察,意味明显。 这里曾是2017年一场小规模叛乱的发生地,当时有员20名士兵,与武装平民袭击了这里,这些人呼吁建立过度政府。 不过,这场叛乱之后,很快被平息,马杜罗二世纪运还选择了一项只在军队中杀动叛乱的阴谋, 称每天都有数千条来自邻国哥伦比亚的消息通过WhatsApp等社交媒体平台发个士兵。 自立总统连续喊话军方支持我,推翻马杜罗马杜罗视察军队之际, 美国大力支持的自立总统光一多一连续几天想。 军方喊话,伊图拉龙军方支持自己,推翻马杜罗政府。 25日,瓜伊多公开讲话,呼吁军方与自己合作。 27日,瓜伊多再度向军方喊话,寻求支持。 27日,瓜伊多对支持者讲话 at 视觉中国。 27日党先,瓜伊多命令军方,不能对抗议民众采用暴力,我命令你们不要开枪。 而为了让军方支持自己没有后顾之忧,瓜伊多还提议,是你在马杜罗政府中被控犯罪的人。 8月15日,瓜伊多领导下的国民大会,指责马杜罗政府篡权,并开始起草大设法, 亦保护反派马杜罗政府第五专部队成员。 这一举动被认为意外杀动军人反派马杜罗。 此后,委内瑞拉最高法院宣布法案无效。 到目前为止,委内瑞拉军方一直对马杜罗采取支持态度,尽管内部也存在零星的叛乱企图。 26日,委内瑞拉驻美国最高军事外交官,驻华盛顿大使官武官和赛西尔瓦召逃。 西尔瓦通过视频讲话,宣布承认瓜伊多为合法总统。 西尔瓦呼吁军方也承认瓜伊多,我要对所有武装部队成员,所有装备强制的人说,请不要攻击人民。 对于此次叛逃事件,委国防部在社交媒体上,形容西尔瓦的诺夫,并在其照片上,用红色的写字母,标注了叛徒一词。 上周,美国对委内瑞拉政局的干涉公开化,关伊多23日自立总统后,美国联合地区国家集盟有利己,承认,并提供资金援助,协助反对派挑战,依靠选举上台的现任总统马杜罗。 马杜罗政府则作出强势回击。 这一国梁总统的局面,也使得27日的联合国安理会会议,成了各方博弈的战场,一场唇枪舌渣未能避免。 美国国务卿当于彭克奥亲自赴会,对苏安理会成员战队,追随美国成员瓜伊多。 而英法德等欧洲国家,则向马杜罗政府发出最后通牒,除非马杜罗在八天内举行新选举,否则将承认瓜伊多的临时总统身份。 而常驻联合国代表谴责华盛顿试图在委内瑞拉策划政变,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马朝旭,呼吁在委内瑞拉各方在线把框架内通过和平对话方式,寻求政治解决方案,反对外部干据委内瑞拉事务。 但文系观察者党独家导见,未经授权,不得撰载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